嘿嘿嘿 快樂是個寶貝 誰找到了誰不累 嘿嘿嘿 快樂是個蛋糕 誰陪上誰就還陪 大明年 二明年 二明年 小明年 三明年 都是身邊最快樂的人 嘿 快樂的Family 一場快樂的Family Family 我今天心裡邊挺忐忑的 為什麼呢 黃小黃打電話 讓我一定來一趟 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我有一種非常不好的預感 跟你們說街坊鄰居們 這個小區我到誰家去 我都挺平安的 只有來這兒我心裡邊特別忐忑 為什麼呢 這邊住的是黃小黃 這邊住的是大美 這兩個人是我們小區著名的 大齡單身女青年 這倆人平時可好了表面上 實際上倆人按地裡啪 真啪 你知道嗎 就他們兩家比如說都讓你來幹活 你先給誰幹 你先給誰幹 後給誰幹 你幹不好你都容易攤上事 但是今天這種情況應該不會出現 因為今天是黃小黃打電話找我 大美並沒有找我 所以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黃小黃 黃小黃 哪兒 趙剛 哎呀 哎呀 大美 怎麼會是你呢 哎呀對不起大美 我走錯樓層了 我應該去你們樓下照一家 對不起我走錯了 回來了回來了回來了 來都來了 我正好找你有點事 你給我幫個忙行不行 行啥事你說吧 我要洗個澡 咋的了你 大美 這事我幫不上你嗎 你就放了我行嗎 你想哪去了 你過來你過來 我沒說完呢 我是這樣 我說我想洗個澡是吧 然後我一進浴室一看 花灑壞了不出水了 我先讓你幫我修去花灑 大美你先去 我一會兒幫你修 好不好我在那等一會兒 等啥呀 啥意思 你就是每次要幫我 幹點兒活之前 得先幫黃小黃 幹點兒啥是吧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你 我怎麼會幫黃小黃 我不是跟你說 我走錯樓層了嗎 黃小黃妹給我打電話 那我得趕緊修 先修了不就完了嗎 走走走走 多大點事兒 花灑壞了是吧 對就是花灑快點 好 你怎麼隊星本 Common das不是有人簽文嗎 是不是照慷子來了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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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又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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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vaccination 哎呀哎呀 哎呀呀哎呀 Mini 哎呀呀兒 哎呀哎呀我的媽呀 不是 哎呀呀给我给我ова 你看你一來就出水了 你早點來呀你 是是是 哎呀 咋的了 黄小华 刚才那声哎呀是你发出的吗 那 你吓死我了 你干什么玩意你没说哎呀哎呀的 你紧张啥呀 我啥也没说呢 我就敢看一下你就扶墙了 可是你没事 你敢看什么呀 你直接说话不就完了吗 我说 我啥也没看见 哎哎哎哎哎哎 你回来你回来 你回来你回来 你干啥 什么你就啥也没看见你 过来 你还今天你就得看我们俩 你过来看 好吧 咋了 你俩缺观众啊 缺什么观众啊 大美你跟她说一下 我跟你说 解释清楚 你不用过多解释 这很正常点事 皇上我跟你说 是这样的 刚才我想洗个澡 然后就把赵刚子叫来了 啊 解释了有问题 提什么洗澡啊 花洒的事 对我的花洒坏了 对 你俩洗澡洗坏了 什么我俩洗澡洗坏 我俩没洗澡 花洒坏了 明白 那咋坏的哟 不是 她本来就没想洗 对 后来我想洗了 后来我也没有想洗啊 哎呀 你这 你别 不是 这个跟洗澡 没有什么关系 大美 你不洗澡 花洒坏了吗 洗澡花洒怎么能坏呢 哎呀 你看看 不是你 我跟她说 大美 大美 你别说了 你说了容易乱 你先回去 我来解释这事 好吧 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洒 好吧 你别忘了 我还需要洗澡呢 你放心吧 你回去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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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呀 你那个 那个 跟那个鸡爪子 是什么 是你这样的 你给我收起来 真是 你别这么神神道道道的 我跟你解释清楚啊 她呀 要洗澡 突然发现花洒坏了 让我给修一下 我一进一打开水 砰 那花洒就崩了 就这么个情况 我你还不相信吗 你修他家花洒 你敲我家门干啥呀 哎 不是 不是你打电话 让我来的吗 那你怎么去他家了呢 我是先敲了你家门 我敲完你没出来 他先出来了 他截糊了 明白不 不是 赵刚才你心里有点数吗 我那么多电话打给你 你不知道我有急事啊 不是 你别着急 啥急事啊 我们家公司的新产品 你马上就要面试了 我急需俩模特给我拍平面照片 你需要模特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模特 我找你给我当模特 别开玩笑 我能当模特吗 你花钱找人家专业模特 你看你也说了 你找模特不得花钱吗 不是 是我是准备花钱 人家模特吧 先我价钱给的低 不来 你也不看看长啥样 你知道吗 哥 一点都没有你帅 你知道吗 哥 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男人 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 是不是 我跟你这样花花 我跟你说实在话 在这一点上 你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 是不是 是 我给你当模特啊 我可不会表演啊 就找几张照片要行 那行 那我给你找几张照片呗 谢谢 行不客气不客气 可是我这女模特我还没找着呢 你就来呗 我不行 就我这个我哪能当模特啊 你可别开玩笑 是 你这个头是稍微差一点 谁呢 哎 这样 我给你找一个人 这人太合适不过了 你说 我媳妇你大嫂大美丽 你问问谁呢 你能不能认真想 我要那个高的 气质好的调顺的 大个 大个 大个咱小区谁呢 哎 嗯 大美 哎 大美行啊 对吧 大美那个个头 那个气质那个形象 尤其那个 我俩在一起合适 哎 哎 黄小华 黄小华 干什么 黄小华你出来 你看你怎么说说就几眼了呢 来来来 你出来 赵刚子 哎 我发现你夸大美的时候特别解渴 满嘴都是口水 哎 你看你这人 我这不是为你解决问题吗 那你要这样你不用大美 行吗 你自己找我不管了 就丁大美了 哎 赵刚子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为我考虑 啊 你去说服他 说不服他 你自己的事你跟他说呗 我求你了 我去他这人不好说话你 哥 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 我只剩起一片事业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是是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哎呀呀呀呀 这怎么还抖起来了呢 哥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 好 好 好 小华 小华 小华你背骨背骨背骨 背骨背骨 哥受不了这个 行了你甭管了 这事哥给你办了 哥给你办 谢谢你 没事你回去吧 等好消息 哦 你放心吧 我这一辈子我就见不得女人哭 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 大美 话仨买来了 哎呀还没去买呢 哎呀大美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刚才黄小黄提出来啊 我让咱们两个人给他拍两张照片 让咱俩拍照片啊 啥意思他要要挟咱俩啊 不是 要挟什么呀 人家邀请咱俩 是这样的 他呢有个新产品要上市 需要两个平面模特儿 一男一女 就希望咱俩来 觉得你好 你放心啊大美 到时候这个照片一拍完以后 广告一打出来 到时候你就看嘛 大街上啊 商场啊 对吧 都挂着你的照片 我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 这么好的事儿 他自己咋不干呢 他找我了 他有自知之明 他这个条件你又不知道 你把那个头啊 那形象 那腿 这把那跟你没法比 你说呢 真的 他头一回这么有自知之明 我跟你说 是是是 哎是你说这公交车地铁 都得挂照片什么 都挂 高速公路上也挂 这忙我帮他了 这会儿我接了 你火速飞毛腿快点 全速前进 买花杂我要洗澡 不是不是等会儿 大美 你过来 买花杂是来不及的 你现在不用洗澡 你现在正好 你要再洗澡 你就容易太漂亮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你看多青春 对吧 天然去掉是最好了 我我我那这样吧 你总的允许我 非常简单的普通的画 个小蛋妆怎么样 可以我等着你 小蛋妆 马上来 我马上就来啊 我马上啊 半分钟啊 搞定没 有 鞋号铃铭嘛 我跟你们说 男人就是要帮助女人 对吧 我聪明不聪明 就我这智商 这 哥 大美姐呢 搞定了 花个蛋妆 马上出来报到 马上把它弄回去 不是不是不是 什么情况啊 哥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那俩模特打来的 嗯 那个他让我报价 我就报了一个 史上最低价 没想到 他俩答应的 马上来 他 你说气人 他 他不能答应啊 他答应 他 你史上最低价 你不也得花钱吗 我俩不要钱 我俩是白送的 不是 白不白送呢 我不是形色 他俩是专业的嘛 你俩业余的万一照片照坏了 我家产品卖不出去 我可上不起啊 不是你这叫什么事 我跟着大美全都说好了 你再给我说说吧 我怎么说大美的脾气 那不得跟我挤眼呢 哥 难道你忘了吗 我 一个男生大龄女青年 我只成其一片事业 我容易吗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难 好好好 行行行 黄小黄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这怎么还抄上了呢 你别哭了啊 这样 你不用管了 我去跟他说 谢谢你哥 没事你回去吧 你等会儿 欢一会儿 一会儿你在屋里啊 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事 出什么动静 你千万别出来 为啥呀 你出来我就死定了 明白吗 这事我答应你 你回去吧 你调好吧 我知道这是我的软力 谁让别人抓住了呢 谁让别人抓住了呢 大美 大美 大美啊 哎呦 怎么样 我这大伯浪 看一下怎么样 妩媚吗 我跟你讲啊 头套就这样了 旗袍已经找好了 丝袜也找出来了 啥时候拍 那个 大美啊 这个现在情况有一点变化 咋的呢 这个平面模特 咱不能给他当了 咱不干了 用啥呀 是这样的 我跟他要点钱 他不给 他一分钱不给咱 咱不能干 不能给他干了 你赶紧跟人说 一分钱都不要啊 免费拍 主要能挂出去就行 赶快跟人说道歉 不要钱 拍 不是 大美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现在是他提出来 你不能戴这个头套 不戴 他说那个蹄袍也不能穿 不穿 丝袜也不能穿 光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说你这个个头不行 咋的了 我 哎呦 他没看过 我有一个法宝 我有个半尺高的口味鞋 我就咔一传着老高了 咔一走老高了 绝对够我跟你说 不是 大美 现在不是高的问题 他现在说这个模特一定要低的 多 多低啊 个头不能超过1米4 我的大长腿 我还得锯腿吧 你必须锯腿 我跟你说 以后黄有黄住不靠谱的事 你 你 你不要找我 行 你再找我 我就把你腿给你锯了 你放心吧 我要再找你你锯我腿 你不靠谱 好 好的 好 回去吧 请问邻居 我聪明不聪明 就我这智商 我跟你说 我太聪明了 哥哥 大危险呢 放心吧 搞定了 再也不来了 搞出来 什么情况 刚才我又接了一个电话 还是他俩打来的 在来的路上又接了别的活 不来了 我还得用大美姐 不是 哥 你跟我说 我也没想到啊 你就觉得很死亡 这俩模特不来了 不来了 什么破模特 可不没有 职业操守都没有 没有就没有 说不来就不来吗 回头我骂他 把他拿着电话给我 我给他打 太不像话了 你干什么玩意 你别生气一下 太坑我了我知道 是不是要坑你 是不是坑我嘛 这不是 大美都说好了 锯腿 你这玩意怎么跟他说呀 你再跟他说说呗 说什么说的就锯腿 你这玩意怎么 你再去跟他说 我不说 说完完我腿 说啊 蛋挞 我小黄 我知道我有软肋 我知道被你抓着了 你不能揉搓呀 你老这么揉搓 我受不了 你知道吗 小飘子 哇啥买没买的 这等着洗澡呢 大美姐 小黄 大美姐 我的天哪 你今天太漂亮了 我的天哪 哎 你这气质 哎哎 就就 我那个模特啊 要有你十分之一 我都烧高香了 不行不行 你那模特要求太特殊了 咋特殊了 一米四 是 谁说的呀 她说的呀 赵鸡子 我给他身体给你说瞎话 我啥时候说要一米四的呢 大美姐 误会 误会 你的身高真正好 真正还完美了 真的 行 你看你这么有诚意 你知道吧 我这忙我帮了 那活我接了 行 我给你准备了好几身旗袍呢 我家有意义 哎呀 你上我家看 我家扎琴吗 我要是那收拾 没关系 你干啥呢在这儿啊 你等着俱腿呢 你赶紧买花撒 我要洗澡 你等会儿 买完花撒 赶紧换身好看的衣服来 别因为我模特不要钱 我就不挑剪 让开 你哪都赖他 你一来就出事 来 解放领域 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路窄不一定是冤家 就怕碰见俩齐巴 我跟你说啊 咱们俩要保持距离 明白了吧 为什么 咱们就划清界限就完了 以后你不要 不要跟我俩太纠缠了 好不好 你快点 你这么的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先走你先走我接个电话 快点 快快快快 快过来啊 好好好 哎呀 我亲爱的蜜蜜给我打电话 喂蜜蜜啊 蜜蜜啊 蜜蜜啊 你干啥呢 咋的吧你说事儿 你能不能帮我干嘛 我家电视坏了 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开会呢 你开会有啥动静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嗯 喂 你忙你的啊 我这样我找王小健帮忙吧 拜拜 哎哎哎哎 喂 你不在乎是吗 你说说我 你们不知道啊 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我都 你关键你去你之外 你这来电话也不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杰还找我搬家 这李宝杰 你哪天搬不行啊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李宝杰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 哎 街坊里你们啊 就当傻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启声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亮快点儿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呦我的天 来了来了 小亮你快点啊 哎呦我的天 你还这么慢呢你怎么 快快走快走快走 往哪儿走啊 到了 到了 到家了 你家在哪儿啊 这儿啊 特别完了 借我 哎 抱歉 你听我说 趁你啊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快啥啊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不行啊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啊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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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我下楼我再娶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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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好好说 哎 哎 宝洁啊 你替我说啊 不是想你问题我 哎 宝洁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假的你这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 人家还找我搬电视 你说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 这真是个结论 我跟你说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去 我得打扮打扮 那又痛了 我敢挨 那秘密不得行刺 我 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我俩 啊 我装扮上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 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小俩 你来了 我的姐姐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 你开会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俩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俩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还推我呢还 小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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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好笑 谁起名字叫小俩呢 是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的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哎呀 你说 如果是带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秘密啊 秘密啊 我是小俩 我是小俩 哦 小俩 对不起啊 哦 不是小俩啊 干什么呀 你下一边去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呀 秘密家呀 你知道谁搬那来了吧 谁呀 李宝杰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吗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杰就 找我搬家 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 不得伤心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俩 对啊 你想想 我们三个人属于是 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杰喜欢你 你却不喜欢李宝杰 你们仨呀 就好比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单的 你这牌打得也挺好了吧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 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记得秘密要是 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小脸开会呢 秘密 我开会呢 小脸开会呢 他开会这时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 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会不会再都不会了 开的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那你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啊啥呀 愿意啊 愿意啊 愿意 秘密啊 是这么回事 小脸啊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你小脸啊 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搬进去了 搬挺快啊 啊 啊 哎 孩子 你走了 不好意思 但是她 你觉得我肯定哪 我肯定了 你走了 你走了 我肯定了 我是肯定了 你走了 我肯定了 你走了 我肯定了 你接着搬 哎哎哎哎哎哎哎 看给你累了 哎呀哎 我给你带我买肯定是圈牙筒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哎 我接了我接了 等我你等我 我接你 你这别别别拿东西了哎 抱歉 完了 哎哎我的妈呀 小钱 你再猜一下这个东西是 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邦邦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 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有个快递 那就可快了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呦 我的妈 肯特基全家统 哎呀 好点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呢 那个 宝洁呀 快走 别回来了 好好好 快点走 不对呀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我家是这屋啊 是 小脸啊 这缘分来得太快了哈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真的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洁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着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请客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没啥问题呀 漂亮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确认得不想我 我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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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过来啦 你好 我是秘密 听小脸提过你 小脸 你是不是有啥误会呀 我跟余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啊 真的啊 但是啊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 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去 你好 我叫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哎 这样啊 我正好买个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等啥呢 小脸 来吧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偶尔让我潇洒一半 我还不会的那种外 这玩意儿整得挺尴尬 你这小脸 你这种局面 你这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洁 来 这样啊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吃这桶 正好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里 我帮你手势手势吧 走 我去哪儿 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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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他俩好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 小脸 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老是看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桶啊 得趁热纸 哎 哎 太好吃了 给咱俩的 你给我留一块啊 对对对 老实不赢了 还没看见有人贴这个小广告 对 你说这贴小广告的人太气人了 只要有个墙 他啪 他就给贴上 我今天洗了个衣服 我把它晒到物业门口了 晒了三个小时 啪 他得给我贴个广告 过去我们小区啊 确实有人贴这个小广告 但是只要一贴 我就能分析出 是谁贴的 为啥呢 因为我们小区啊 有一个卖墓地的 他叫万美林 他这个广告词也比较独特 你想在阴间过得舒服吗 青山历史是你长久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这广告就不同了 你看 撒向人间都是爱 照耀大地都是光 这就不像是万美林干的 因为他那个东西见不了光 会谁呢 你说这个 那谁 你别走 你干啥呢你是 高伙快响 你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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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有什么 我干啥呢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我干啥呢 你干啥呢 我现在就是一个地上地下通俱的女人 贴起来 外面人 哎 小万呢 哎小万 哎 你干啥呢 我给你擦擦照片 你干啥呢 我手拿开 你没事擦我的照片干啥呀 哎 哎 这家伙你擦得我心惊肉跳的你 你 钢子哥 找 找我有啥事啊哥 我问你个事啊 就这两天老有人贴那广告 扫广告什么呢 是不是你贴的呀 钢子哥 啊 怎么一有人贴想广告你就能想到我呢 想到我万美丽在你心目当中 就是那么一个不堪的形象吗 别哭小子 别哭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吧你别哭别哭 我一个26岁的小女孩 不是 等会儿 你怎么26岁啊 你不是34吗 那就不行我虚一点了 你这实力也太大了 行 我一个34岁温温而哑 你拉倒吧 你还温温而哑呢 你一天到晚破马张飞的 你雄影展翅的你 行 我一个34岁 雄影展翅 破马张飞的单身女人 你说我处了这么多男朋友 咋就没有一个能跟我登记的呢 我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跟我登记的男朋友啊 行 小胖呢 我登记了 我我登记了 遗憾 你说好 那个我记得当时你俩挺好的呀 怎么就分手了呢 别提了哥 他之前不了解我的工作情况 后来他深入了解我之后 胆太小了 哥 啊 你胆大不 我 我胆大倒是大 但是我登了 我已经登记了 悲伤 那个小胖呢 我就问你一句话 啊 就这小广告到底是不是你贴的呀 钢子哥 我都跟你说八百六十遍了 你咋就是不相信我呢 这么的 我跟你发誓 这小广告要是我贴的 免费送你一块墓地 不用 我仰单晚上干啥呀 你早晚能用得上啊 等你有那天你就用呗 什么叫我早晚的 我且用不上大晚上的 你干什么 这样我 我相信你了 行不行 我相信你了 好吧 行 我走了我去那边看看去 我走了我去那边看看去 小样的还想套我话 没有事儿 人生就是这样 都字都有嘛 继续点 你干嘛呢 更多好怕 白活帮我来自来 白活蝶也没事 咋 是大哥 他大哥 你谁叫大哥呢 管你叫大哥呀 我是赵刚子的爸 都说赵刚子长得年轻 今天看了你之后 我才知道这是随根了呀 真会说话 我那么年轻吗 都说赵刚子是东陵男神 我看你动得比他狠哪 哎呀 你都动不住了 来份目的不 什么 我的目的是 听说赵刚子的父亲来了 我就想看看您的本人 我好好摘养摘养您 什么意思 敬养敬养 敬养敬养 这姑娘精神有点毛病啊 我们女人在这干嘛呢 我在这儿是搞点宣发 做点宣发 谢谢爱心 心爱心呢 我没戴眼镜 你跟我念念 啊 撒向人间都是爱 照耀大地全是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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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哥 大哥你坐着来 是这样的 我呢就是想感谢一下我们物业 感谢他对我们小区的这些军民 做出的这些贡献 嗯 物业小区不错 但是吧 有些人他不让我贴呀 谁呀 女儿子 照杠子 我们家杠子不让你贴 是啊 这么回事 之前那咱俩有点小矛盾 完了我就说我想献点爱心 他就不让我献 我说要我讲 我讲搞点宣发 他就不让我发 老是打压我呀他 幸亏我来了 没事 他要是再打压你 我打他 大医别亲呐 哎呀 幸亏是您来了 之前我们小区的人都奔走香港我 就说赵刚子的父亲来了之后 我们的小区天都亮了 还小区的人还给你编了一首歌呢 还有这事 唱两句给你听听 好好好 小岛子跑跑 粉丝可别打 一天都干的好 小区人人狂 老头三十多 什么班还挺有 我们小区今天有天都全亮了 炸 这些调我听得挺熟啊 我手里这副牌不错呀 哎呀 腿好啊 哥儿写得不错 词不太准确 年龄不对 其他的还都说得对 我跟他不赖我呀 我就这么年轻啊 我就这么帅啊 大哥 那我就继续了呗 停 好嘞 外面林 找狗不来了 大哥怎么找狗 没事 接着贴 有我呢 好嘞 外面林 抓你个线形吧 啊 是你贴的吗 不是我想贴的 有人让我贴的 谁让你贴的呀 我书白大哥 我书白大哥 还蹦出个书白大哥来 你书白大哥谁呀 你书白大哥算老几呀 你算老大 大哥 什么玩意儿 你叫我爸啥呢 大哥呀 你把手给我撒开 你算老大 大哥是你叫的吗 我刚认你的妹子 有的大哥 叫姑 你过来 你过来 爸 什么呀 你就认个妹子呀 你知道她干啥的吗 人家要搞点宣发 做点宣传 你凭什么不让你贴呀 爸你被她懵了 她搞什么宣发呀 她是贴小广告的 你怎么能够贴的 我刚才回屋业 去调那个监控去了 就是她 你看爸 我这衣服她给贴的 都是她贴的 闺女 你是贴小广告的呀 你没说不是 我跟你说了吗 搞宣发 爸 这还是你妹子吗 我不认识她 看见没 我爸已经从妹子 到不认识你了 说明我爸开始 大英语金了 怎么办吧这事 刚才哥我错了 那我以后不贴了 还不行吗 不行 不光是以后不能贴了 你现在马上 把你贴的这些东西 全给撕下来 对 撕了 你咋都不能撕 行 先把这撕了 那好好好 这么的 哥 我怎么贴上去的 我就怎么给它撕下来 对 你看 钢子哥 啊 来 干啥呀 对 他给我去卖木地的 这玩意叫人吓人 你知道 干啥呀 这不还有一个呢吗 哦 撕了他 好嘞 行了 快去吧 啊 走不了啊 怎么的 谁呀 大哥 啊 怎么的呢 不能什么 这还一个呢 嘿 他收得那么快 什么时候给我贴上的 就在您重返35罪的时候 爸 你重返35了 他逗 你别轻易重返35 你35 就没了嘛 万美琳导 来来来来你过来 我正好借这事我得说说 对好好给他上课 我跟你讲啊 小万呢 你这样下去真不行 你这个宣发手段多落后啊 对不 他也不为命也不卫生啊 以后不能再干这事了好不好 你好好搞搞宣发 对不对 啪啪啪拍两张照片 往网上一发 不比你弄这个小广告抢了 对呀 对呀 钢子哥 啊 我找一个形象代言人 让他拿着我的产品拍好照片 啪往网上一发 对 但是我缺个形象代言人呢 找谁呀 你等会我问一下 你让我代言那是地下还是地上的活 你这么阳光帅气 肯定是地上的活呀 行 地上活 我没问题 我来 太好了 但我现在还缺一个地下人 别看我 我不合适 我才三十五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贝 谁陪伤谁就还陪 嘿嘿嘿 大一夜 嘿二一夜 嘿二一夜 嘿小一夜 嘿小一夜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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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